立委廖国栋再度使出新招 用撒面粉来备个议事 11号上午立法院针对 前瞻技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进行审查 由于冲突不断 会议只进行14分钟后 联席会主席高志鹏宣布休息协商 会议因此停摆一个上午 立委陈毅表示 草案审查的拖延影响原乡地区发展政策速度 呼吁两党应该理性协商 就是阻碍整个法案的审议 不是一个很理性的行为 所以国民党党得越久 我想我们族人就受苦越久 所以这个部分 我希望国民党能够我们理性来讨论 民进党立委指出 前瞻计划提供原住民族地区的700亿经费 可以用来建设原住民族地区基础设备 因此希望能够尽早让前瞻计划草案通过 发展原乡地区 我们的花莲台东原住民族地区 需要各式各样的建设 而且这一次的建设 至少700亿 用在原住民族地区 要铁路 要基础的建设 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老人机会所 都在这笔钱里面 不过立委廖国栋跟孔文吉表示 时程长达8年及经费高达8千多亿的前瞻计划 只会成为国家举债负担 表示应该要缩短时程跟降低经费额度 或是将草案退回行政院从理草案内容 通逼蔡政府以意孤行 那我们是希望还是能够退回去 把那个时程缩短 8年改4年 然后那个今晚的从8千亿改到4千亿 是希望能够退回行政院 一个三年任期的总统 却要编8年的预算 占有了下一个 可能是他 也可能是另外一个 总统当选人的权责 都被他霸占占完了 潜占计划送进立法院后 至今一个多月 面对冲突不断的审查过程 何时能够完成审查 民进党表示草案无法再继续退让 记者胡宋 雪蛟龙 台北市采访报导